后来我又干嘛了呢 做知识付费出海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知识付费出海 没有 是不是 你们觉不觉得 咱们国内的知识付费 已经卷出了天际 卷到9块9的客 都不太好卖的程度 对吧 卷到了199会被判定为诈骗的程度 对不对 你们懂我吧 那你会发现 我们国内的知识付费 真的是越来越难 但是大家的花样却很多 而我们很多所谓的私欲怎么做 我们的营销怎么做 这些东西老外懂吗 我这么跟你说 我在海外这么多年 我是真的觉得 老外是五年前啥样 现在还是啥样 像老美啊 他们牛的确实是技术类的 这不得不说 硅谷很牛 但是呢 他们在营销上 永远都是停留在当下 他们会去看TikTok 会去刷抖音 但是你问他 想不想成为一个网红 他说想啊 不会 很多人刷TikTok 不注册账号的 就他们很是夸张 你们还想学吗 想学 所以最开始 我为什么会想到 知识付费出海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我在2022年的时候 有一个 我的朋友来找我 他是一个魔术师 他想把他的魔术课 去做变现 因为他在国内 真的太惨了 他的抖音上 直播变魔术 在线人数3000多 卖的课 39块钱的魔术课 还送一套教具 还包邮 一天下来 卖了十几单 好惨啊 天天在直播间上 耍猴一样 对吧 他跟我说 而且还要被骂 他一上链接 别人就说 我就知道你要卖我的客 我就不买 就不买 这不就是国内的 抖音的一个情况吗 他说我能不能 把我的魔术 卖到海外去 因为海外 就魔术这玩意儿 没有国界 对不对 我说好像可以 这其实最开始的启蒙 是他给我启的蒙 我说行 你把你现成的那些视频 给我发一发 我就给他找了两个账号 把他视频拿去发一发 大家猜怎么样 真爆了 就动不动就是 大概几千万的播放 点赞大概是在 二十万到七十万左右 就是那种非常复杂的 变魔术秀过程这些的 我觉得有做头 对吧 然后于是呢 我开始干嘛了 我把他那些作品 视频都拿来 我们开始发 发到之后 那个时候 还没有海外版学浪 就是只是 就是独立站 就是网站上去卖课 但是网站 大家知道吗 网站是可以明目张胆地 挂在国际抖音的主页的 就是国际抖音 TikTok 它是在主页可以挂一个外链 你是可以点击 跳转的 就这个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是不允许你跳的 然后我们当时就把它挂在 那个主页上 并且再写下 你要买 买魔术课 点这里 怎么怎么地 但你们觉得我们卖得好吗 当时 一般为啥 不是 来 文化差异 但是魔术无国界嘛 有没有人说一下 就是我们当时 确实卖得不咋地 就是流量特别大 但成交特别少 不用语言 不说话 就在卖就完事 就就变就行了 嗯 定价不对 什么 什么 不 陆伯克 什么 不是 也不是文化 不是 还有没有 不是语言 不用说话 还有没有 来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会不会看魔术 会不会买魔术 不会 没用 来 我们万变不离其宗 这是两个字叫定位 大家知道什么叫定位吗 我是个做海外的人啊 我不知道资资付费的 但是定位这个事 我深有体会 定位是啥 我用一句话讲 但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怎么讲的 有其他前辈们 这个 我如有雷同啊 这个算他倒霉 我对定位的定义是什么 别人给你付费的原因 我一定是这么定位的 因为不然就虚假繁荣啊 我搞那么流量干嘛 没用 对不对 我是没有找到那个付费的理由 但是我为什么要去找到那个词